本節目由挑戰手機市場最低價的 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啊 Hi 我是五塊 歡迎來到束褲180 180秒 當你看科技大小事 先說結論 今天沒有發表新的iPhone 硬體的部分發布了兩項硬體 Apple Watch和iPad 首先是Apple Watch Series 6 這次推出了可以偵測血氧量的功能 新款的Apple Watch Series 6 使用紅光紅外線的方式偵測血液的顏色 藉此來偵測血氧濃度 在蘋果的研究中 血氧濃度偵測 也可以幫助偵測肺部 攝取氧氣的數據 採用A13處理器 同時也可以偵測睡眠 搭配全天候高度計 可以看海拔高度 也有之前更新的洗手偵測和噪音偵測 顏色的部分有金色、黑色、紅色 相信很多人應該對紅色非常有興趣 比如說阿貴 跟著新的Apple Watch出現 也一定有新的表面和錶帶 這也是有一個新的單圈錶帶 完全無接環 因為是軟式的材質 所以可以直接套在手上 另外還推出了一款低階款的 Apple Watch SE 價格是279美元 因應低階款的誕生 軟體上也有一個重要的更新 就是Apple Watch可以是用家庭共享的方式開通 擺脫以往Apple Watch一定要搭配iPhone的情況 這樣就更有理由讓小孩或長輩佩戴啦 因為能夠開啟定位 使用eSIM通話 而且這項功能 台灣第一波就能使用喔 那也出了一個跟Apple Watch相關的新軟體 叫做Apple Finish Plus 可以透過iPhone等相關的螢幕設備 下載這個App 就可以使用真人健身教練的教學課程啦 上課的時候 會跟手上的Apple Watch的數據聯動 單一個App是每個月9.99美 那如果你有在使用其他Apple的付費App的話 蘋果推出Apple One套裝App 個人的話一個月是14.95美 家庭的話是一個月19.95美 全部都有的話是一個月29.95美 看你需不需要用到其他這些App 再來是第二個硬體 iPad 先說iPad第八代 也就是新款便宜版的iPad 只用A12仿生晶片 可以搭配全池春鍵盤還有Apple Pencil 同時iPadOS也支援了 手繪圖轉換圖形 手寫字轉換文字 螢幕部分是10.2吋 價格是329美 下一個是新款iPad Air 那有一個重點是 採用了5奈米的A14仿生晶片 也就是說在新iPhone還沒發表之前 就先用新亮相的處理器 那有五種顏色 顯示器的部分是Liquid Retina顯示器 它的Touch ID是做在電源鍵上面 採用Type-C可以外接硬碟 前鏡頭是700萬畫素 後鏡頭是1200萬畫素 可以支援懸浮鍵盤 和可以攜帶側邊的Apple Pencil 價格是599美 最後是iOS14正式版 在明天過後就可以直接更新囉 那目前來看還尚未知道 新款iPhone什麼時候發表 之後再跟我們一起看看吧 以上就是我們對蘋果秋季發表會的 3分鐘總整理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請幫忙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還有Facebook IGN科技網站 還有Telegram跟其他賣賣場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掰掰